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长青 长青 长 你在干什么 怎么办 我没锁门吗 你在干什么呀 长青 你别过来 你别过来 不是不是 我不是那样的人 你怎么把我想象成那种人 房间里是不是还有别人 没有啊 就我们两个 只有我和你 对啊 你别往 别往 别往 你听我说 这 这 你在干什么 别紧张 我有我的计划 什么计划 我拿我妈给我的卡刷的房间 她可以收到我的刷卡记录 然后呢 我要用我的方式告诉她 我们发生了关系 我将她一军 这是什么 什么图办法啊 我知道这个很图 但是对付她有效 他们是那个年代的人 那我应该怎么配合你啊 我们安静地等着 我会让她来接我 现在 咱们先吃个冰激凌 那我们就一直在这儿待着 待会儿我会让陈伯过来接我们 接我们去哪儿啊 你想去哪儿 要不然我们去看场电影吧 看完电影还可以去游乐园吗 可以 我又在这儿端门了 你忘了 我有老大爷的微信 真的 太棒了 你念我玩个痛快 我 头好晕啊 怎么了 是不是我蜡烛点的太多了 吸氧来蜡烛 我觉得我可能是太幸福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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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你也去洗吧 对了 必须了解清楚 不要夸大气死 我要的是事实 许总 您放心 保证稳定任务 您怎么最近老是睡这么晚啊 对身体不好啊 你觉得我能睡得着吗 有什么让您睡不着的烦心事吗 处理好了吗 处理什么呀 你别跟我装糊涂 我问你 分手了吗 疯不了了 为什么 怀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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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会是被他骗了吧 怎么可能呢 超市里边有一种东西叫验云棒 那个验出来的概率是很大的 不是 我们是大户人家 这种事传出去 丢人 您放心 我绝对不会拖您的后腿 所以我决定选一个良辰吉日 和小娜结婚 早点休息吧 好 还有 认识他 少爷 您下来吃饭吧 夫人今天特意为你准备的 确定是我妈亲自准备的 是 她人呢 去哪儿了 夫人不让说 别别 我十二岁的年轻摔过我 我妈的疯烟您见过吗 还想再见见吗 要不然再来一次 别别 夫人去全身公司了 你们吃吧 不是 您现在别去慰问 您现在慰问什么呢 她怀孕初期 本来就容易紧张 你这一去 万一要是动了胎气 这事不闹大了吗 肖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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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母 怎么了 没事吧 我 我没事 我就是下午有个会 所以我想抽空休息一下 你现在可不能累着 我没事 我习惯了 我就是下午要开会 然后抽空睡一觉 我接个电话 你接 喂 你怎么才接电话 我刚刚在开会 没听见 我 我跟我妈说你怀孕了啊 我 反正你就 你就 你就先拖住我妈 然后在我去之前 你先别露馅 别紧张 没事了啊 怎么能这样呢 那我成什么人了 你行 你可以 我相信你 行 我知道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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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 没事 咱们换个地方 我好好跟你聊聊 现在啊 你没认识 你们认识 认识吗 不认识 小男女让大麻烦了 你不知道啊 这 这 怎么了 一个奇怪的女土豪 把她给领到会议室 你没看见啊 我知道啊 要不我能碾到这儿来吗 那你还这么镇静地坐在这儿 你不能动起来啊 我 我该 我该走 我该动什么呀 我能信任你吗 能啊 这偷偷摸摸的 我怎么感觉像做贼似的 怎么就做贼了 你紧张什么 我 我没 没紧张啊 那不就是做 我的天哪 那所空间摊也太大了 我 干嘛啦 那个 黄总 你要没什么事 你就先回去吧 导演 这是我办公室 那那个 那你不愿意回去 那我先走了 我还有事 干嘛呢 我找袁导商量点事 你等我 那个 今天张晓纳在外边 跟她聊天那女的谁啊 你是说那位女士吧 嗯 我听说她挺有来头的 那 那张晓纳跟她有什么关系啊 应该是晓纳的准婆婆吧 你看我就说 晓纳不是平凡女子的蛮女 那 那我先去了 忙去吧 张总 刚才不是来贵妇吗 把张总叫走了 我 这贵妇什么来的 怎么大家都神经兴兴 下午 我帮你预约了一个 妇产科大夫 以后你定期到她那儿去做产检 吃了饭之后 我带你去见她 这种小事情你就交给长青吧 我听她的 她能懂什么 这事我做主就好了 对了 你打算什么时候辞职 为什么要辞职啊 你必须得辞职 怀孕头三个月 是最容易出事的 你现在最主要的工作 就是给我安全保胎 如果你想做的话 等生下孩子之后 你想干什么咱们都可以商量 你想工作 不想做全职 可以到我公司来 来帮我的忙 你先搬过来做 我给你请个专门的营养师 是 负责你一日三餐和家餐 什么时候吃什么 什么时候不能吃什么 那都是有严格规定的 孩子在发育的过程当中 什么时候需要营养 什么时候长个儿 什么时候长头发 长身体 那都是有讲究的 不能乱来的 伯母 我谢谢你这么关怀我 你从来就没有用这么温柔的口气 跟我说过话 可是我不知道 如果我没有怀着长心的孩子 你是不是还会对我这么有耐心 抽出你宝贵的时间 来关怀一个 根本就很讨厌的人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从小到大 我最会解脱人类的眼神 我收到最多的眼神 就是鄙夷 和同情 还有一种 就是忍耐 我不想骗你了 我没有怀孕 我没有怀长亲的孩子 伯母 伯母 伯母对不起 我们不应该撒谎 不应该骗你 可是我们没有办法 我们不知道怎么办好了 可能我们很幼稚 我们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 以为爱情就是我们两个人的事情 忽略了您的感受 是我们不对 可是我们最真实的感受 谁在乎 你一直反对我跟常见在一起 到底是因为什么 我想过 是因为不喜欢我对吗 你不喜欢我是为什么呢 你是不喜欢我这张脸 还是不喜欢我这个人 如果你不喜欢我这个人 如果你不喜欢我这个人 我可以努力 交给时间 时间能证明我是真的爱你的儿子 我想好好跟他在一起生活 如果你不喜欢我这张脸 我没有办法 它是与生俱来的 但是我想告诉你 在这个世界上 不是每一个女孩子洗到妆面 都好看 说够了吗 你这么处惜积虑地经营这些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再告诉你 离开我儿子 离开我们的生活 我不想再见到你 着急 你怎么回事 你把我帮你走 你把我帮你走 这些嗯 你爸 我也是 你爸 你爸 我只会 我真的 ide 我不想再撒谎了 对不起 对不起 妈 您怎么还跑到公司里去闹呢 这样弄得张小娜很难看 我不去 我能知道真相吗 竟敢撒谎骗我 说她怀孕了 不是 她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胆子敢骗我 要不然说相犹新生 人长得不怎么样 品质还不好 妈 你别这么去攻击人家 主意是我出的 你能不能不什么事都往自己身上来 就算这主意是你出的 她为什么没有阻止你 还做了你的帮凶 这不是欺骗是什么 离开张小娜 我绝不会同意你们在一起 妈 您听 照我说的做 老徐 这怎么让你省一下 老徐 小达 我正好有点事想问你 什么事 你跟温天心是大学同学是吧 对 我们是大学同学 那您俩关系怎么样 曾经也是非常好的朋友 后来 那她过去的事 你基本都知道了 你知道哪方面 是什么事 最近温天心和司徒浩之间的事情 吵得沸沸扬扬 我是担心她的个人感情 影响工作状态 不会吧 这个文件你先看看 要是没什么问题 你就签给我吧 你们俩大学毕业之后 是在电视台实习 那你还记不记得 当时圈里有一个 著名的制作主任叫 姓司徒 叫司徒敏 我实习的时候 在台里待的时间特别短 除了节目组的人 其他任务我都不熟 文件你先签了吧 我真的着急用 走了 这儿啊 这儿啊 院里头不太方便 把它接出来了 在这儿你们俩都能轻松一点 我是不是该感谢你考虑周到的 那倒不用了 给她留个美好的回忆就行 这儿啊 晓晓啊 你有大好的前途 千万别把精力放在那种 没有未来的儿女情场上 二手 是 晓晓 又见到你正好 好 坐 这么长时间 不见你 挺想你的 好 谢谢你原谅我 真好 过去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 我希望你能走出来 饿不 不用了 其实有些话一直 到点了 就要吃东西 你胃不好 胃不好就要按时吃饭 少吃多餐 其实我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好 你真没有必要对我 还记不记得这首歌 你听我说 我其实没有你想的那么好 你不用对我 你还记得汪汪吗 咱家楼下那条狗 老出人 有吃的 他前两天来找我了 他也特别想我 你能不能听我把话说完 当年你出轨的事件 是我一手设计的 谁出轨了 你 司徒敏 你认错了 我不是司徒敏 我是汪汪 你是司徒敏 司徒敏已经被我 弄死了 我是汪汪 你是司徒敏 你能不能听我的 我告诉你 让你把司徒敏忘掉 司徒敏他是个人渣 你为什么爱一家记得他 我跟你说了 你为什么就不听呢 你冷静 你让我怎么冷静 这司徒敏这种人 我跟你说过没有 他是个人渣 司徒敏他是个人渣 小小 小小 说回事 你你看见 早已回事 你等待就要了解 假讼和老天 你了吧 你的人 你敢去哪儿 我找你一下 我去哪儿 你了解 这个不仅是 你觉得我得了解 我是个人 你了解 战人 可是在我哥心里呢 不管怎么说 我应该谢谢你 谢谢你完成了 我哥心里的愿望 看到你哥现在这个样子 我真的很难过 我知道 现在不管我说什么 都于事无补了 可是我还是想跟你道个歉 你不用跟我道歉 不过我也挺没想到的 我原来以为 你会假惺惺的 去我哥那儿博取他的同情 我是真心的 真的对不起 还有 我希望你能帮我保命 在你 updates 好 谢谢 喂 喂 你在哪儿 我在外面办点事呢 你是去见司徒敏了吧 什么司徒敏 你说什么呢 他不是你在电视台的前男友吗 谁告诉你的 是不是张响男 谁告诉我的重要吗 你只需要回答是 还是不是 你是跟他在一起了吗 你听我解释 你不用解释了 我都知道了 喂 喂 喂 老大 对 我抓拍到了 我抓拍到了 小姐 您 deployed 闻小姐 请问 那些都是绯闻 已经曝出许总自由出入你家 请问闻小姐对此有何解释 这些都是真的吗 徐伟安的离婚跟你有关系吗 罗小姐您看过这个吗 闻小姐 请问对此有何感想 这本来是我的私事 我没有必要跟公众交代的 我跟徐伟安的确在交往 可你们刚才说的第三者 绝对是无中生有 我们已经谈恋爱三年了 在确定关系之前 她早就已经离婚了 徐伟安 我现在正式通知你 我要从全省撤资 你到底想干什么 那个女人不是已经对外公布了吗 既然你们不顾女儿的感受 要在一起 那我也没必要顾及以前的情分了 这是私事 你能不能把公事私事分开 你冷静点行不行 许总 您的前妻要撤资 我知道 你先出去吧 现在外面有不好的议论 您看咱们要不要开个发布会 接着 我跟你说 你出去 这么大的事儿 你连商量他不跟我商量 就对外公布 你可真行啊 记者都已经堵到我家门口了 照片也上了新闻 你让我怎么办 你太冲动了 你就完全不考虑后果吗 如果我当时不解释清楚 现在的头条 就是我闻天心 是破坏你家庭的第三者 到时候损失的不只是我 还有全胜 明星的诞生也保不住了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你别生温戏了 你跟司徒敏见面也不是故意的 是吗 是 司徒敏的确是我 在电视台的前男友 可是我那天也不是去见他 只是见一个老朋友而已 如果这就是你的解释 我真的没话可说了 这样吧 这段时间咱们先不要见面了 是张晓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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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她没关系 不就是吃个芒果干吗 至于这么饿狠狠的吗 至于这么饿狠狠的吗 你早就知道她跟徐总的事了 嗯哼 那她跟司徒敏的事呢 我没跟老徐说啊 我仗一把 那这事到底是谁寄露出去的呀 不知道 那杨雪瑞是谁啊 她跟常青什么关系 你认识吗 你之前见过她吗 你是十万个为什么吗 怎么那么多为什么呀 我作为你的首席闺蜜 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存在的意义 到底是什么 首席闺蜜 那你做个领先主配 你安静陪我待一会儿不好吗 我请你吃个门火根 请你吃个大的 哇 哇 好吧 卡 卡 文大主持 您倒是开始啊 我要休息 休息 都休息 走 这些都是暂住的一个 出去 让我安静会儿 你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款式 你挑一件 换上一件新衣服心情会好一点 你要是累的话 可以休息半个小时 要是对台本不满意 我们可以商量 我十分钟以后再回来 我希望你能够恢复好心情 可以 怎么 怕我现在绯闻缠身 会影响了你的节目啊 不是那个意思 不是那个意思 我觉得你这么强大的人 应该不会在乎外面怎么说 那些东西根本影响不了你 少在这儿冒哭耗子假慈悲了 我真的是希望你能够 希望什么呀 希望我推出节目 推出全盛 我们的节目这么需要你 我怎么可能希望你走呢 我知道你看我不顺眼 可我真没想到 你能使出这么卑劣的招数来 就算你告诉徐伟安 我跟司徒敏的事情 也丝毫不会有影响的 对 老徐是问过我 你跟司徒敏的事情 但不是我说的 我一个字都没有说 不是你会是谁 真的不是我 那徐伟安怎么知道的 不是那样的人 我不是那种 可以拿别人的痛处 去跟谁置换什么的人 我什么都不需要 我只希望这个节目能做好 出去 我不想再听你说话 出去 选主人休息半个小时 半个小时以后再说 回国生活还习惯吗 还好吧 刚开始回来 会有一点点不习惯 儿子 你怎么回来了 知道许悦也在 过来 我 我回去算吧 您聊 跟我们坐一会儿 有愿泪 不好意思啊 那我过去看看 好 伯伯 你别着急啊 吃点水喝啊 谢谢 不是 你怎么可以这么不懂事 对于礼貌 你也应该过来坐一坐呀 出于礼貌 你应该告诉我 你请了人吧 我又不知道你会回来 我请雪月来坐一坐 正好你赶上了 大家一块儿坐坐 了解了解 那没准 你还会喜欢上她呢 妈 我真的求你了 我的事儿 你就别再操心了 我是你的儿子 不是你的宠物 也不能说打开笼子 让我和谁交配 我就和谁交配 然后想给你生一只小狗 就生只小狗 我有我自己的感情 不是 你怎么说话呢 那个张晓纳她有什么好的 梁雪瑞 比她好上一百倍 就算是这样 可是我心里边只有晓纳 您能理解吗 我可以告诉你 只要这个家有我在 张晓纳 就不可能踏进来 伯伯 我还有点事情先回去了 雪瑞 你等一等吧 留下来吃晚饭嘛 阿姨给你做点好吃的啊 先不用了 改天我再来拜访您 我送送你啊 少爷 张小姐来了 让她进来 好吧 快 你来干什么 我想我能不能跟你妈妈 再好好谈一下 你不了解我妈 她很固执 我怕你受伤 我不会 我一点都不会 我真的不希望 因为我 把你们母子之间关系搞得不好 听我说 张晓 伯母 对不起 我们需要点时间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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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 那就是 是公司新来的监管人是吧 许总来得正好 我正式通知你 从现在起 由我代理总裁 对公司进行监管 所有的一切 都要经过我的审查 很好 好 那么现在 请你立即召集公司 所有中高层人员 半小时后到会议室开会 不许迟到 许总还有别的问题吗 从现在起 我将全面接管全省 公司的所有一切 通通都要经过我的审查 公司的财务报表 人事状况 项目应转 都要经过我的认可 才能生效 对不起啊 来晚了 等等 你可以离开了 不遵守时间观念的人 不配留在这里 去办离职手续吧 那 勇辉 你先出去 我已经分析过 目前公司的状况 我觉得公司现在过于臃肿 人员太过于庞杂 所以有必要 对公司立即实行裁员计划 黄总 你把员工资料拿给我 你把员工资料拿给我 许总啊 这都是跟了我们 十多年的老陈了 不能说开就开呀 你们的许总 正在接受审查 在这期间 由我代理总裁的职权 好的 没别的问题的话 散会 我给你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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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帮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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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 你冷在这里干吗 谁让你上班的时候老躲着我 我公司找不到你 就只能来这儿堵你啊 我只是想让你好好冷静一下 想想怎么跟我妈妈道歉 你想了吗 那些要求你想好怎么办了 我想好了 对于那些不合理的要求 我会一个一个跟他们说清楚 我会告诉他们 就算我做不到 但是我有一颗爱你的心 这不够吗 这都没用 你把这些话说给他们 他们听 他们永远都不可能理解的 小薇 你能给我点实际的解决办法吗 实际 这就是实际啊 我家的情况你也知道 可你当初不是说好 我们房车环游世界就够了吗 你非要这么俗吗 我俗 于小薇 你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吧 你从头到尾到底有没有为我想过 我永远再把你的梦想当成我自己的梦想来做 但你有想过我到底要什么吗 你要什么 你不是想我们两个相亲相爱地生活在一起 所以就这么简单吗 两个人相爱在一起是很简单 可是你有考虑过现实吗 所以 你现在也在要求我 有球有防了是吗 对啊 我就是跟他明阳俗 那你有没有想过 那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我不想把我家的钱啃光 我怎么办 我不想动我姐的钱 我也买不起什么高级轿车 我怎么办 吕小薇 你脑子里想的全是你自己和你的家人 你到底有没有为我想过啊 如果你觉得这些你都做不到 小薇 我们分手吧 你终于说出你想要的了是吧 冯琳琳 你终于说出你想要的了是吧 是不是我吕小薇有车有房就靠谱了 我吕小薇 李晓伟 如果我到处真实看上你这些东西的话 我根本就不会跟你在一起 我这些东西 晚安 晚安 感谢观看